那過去的人其實覺得他看起來很像有城門在那邊 所以把這個地名叫做霞門那城門 那後來是在修復健修的時候把這個東西蓋起來 所以這個是1997年就是大概20年前來蓋起來的樣子 那這邊就是讓大家看看從過去1980到1990到2000年 這個地景上面的變化 那這個城門其實是仿效枝山岩這塊的礦門去把它蓋起來 他應該可以感受得出來他這個樣子 長得就是一模模樣樣的 好 接下來介紹秦天鋼 秦天鋼有很多的名字 過去這邊是一路不到的最高點 所以大家把它稱作大尿或是尿頭 那日本人強調說他這邊是一個凹谷的地形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是那個七星山啊 那些山區這邊阻止山 這邊是七星山 然後秦天鋼就在這個位置 所以他是個相對凹谷的地方 所以叫他大陵卡 卡這個字其實中文應該是沒有啦 他日文叫做凹谷 就是凹谷的意思 所以大陵卡以前應該叫做凹谷凹 那秦天鋼這邊也因為 看起來都是草嘛 沒有什麼遮蔽物 所以太陽照下來就很曬了 所以以前也叫做太陽的名字 那一直到1972年呢 才有蔣經國把它改名叫做秦天鋼 為什麼叫做秦天鋼呢 我們就有一點不得而知了 因為秦天鋼這塊牌子 你們在那個停車場裡面 會看到有個秦天鋼的碑嘛 背後其實寫了這邊過去有黃埔部隊駐紮在這裡 所以為什麼叫秦天鋼呢 不知道 我有查秦天部隊在哪裡先 部隊現在在金門 所以不太了解為什麼會叫做秦天鋼 如果這邊有人知道的話可以幫我解答一下 好